哈喽哈喽我是他掌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职场遇到的me too体验 其实在企划这个主题的时候 就知道影片一定会被黄标 但我还是希望能在大家还有在关注这个话题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经历 顺便也解答很多人常会问我的 日本职场的文化差异或是潜规则的部分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做一个告知 就是他讲有IG了 我会在IG不定期的分享一些现况或是日本的话题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追踪我或是跟我互动 那我们就整片开始吧 我以前有做过一支影片 是在讲日本职场的情人节 从那支影片里 其实大家就可以大概看出 日本职场真的有很多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 不合情理的规矩 而且这些规矩都是 不是白子黑子没有明文规定 他不是强制的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做 但是如果你不做 你就很难在职场上跟大家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更不用说得到谨慎的机会了 接下来我会徐徐渐进的分享我的亲身体验 但我要跟大家说 比起勇敢站出来发生的女性艺人们 我的体验算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我很幸运 没有人碰触到我的身体 但是那个不舒服的emotional damage 还是会留在你的脑海里造成一个阴影 我刚出社会的时候 第一次明显感受到性别差异上的冲击 是在第一间公司的部门新年会上 我当时的职场大概有三到四十个人 三十岁以下的女生包括我 大概有十来多个 但因为我是刚毕业的新鲜人 在公司是第一年 所以大家都叫我 一年级 年在最浅的我就要负责筹备这个新年会 包含找场地 准备余性活动等等 部门的新年会 上面的高层都会来共襄盛举 这么重要的场合 当然不可能完全丢给一年级的来做 于是他们就会派出二年级的前辈来指导 监督我每件事 然后三年级的前辈也会在后面 监看二年级生 有没有好好的指导后辈 以此类推 我准备好新年会的座位表之后 就提交给二年级的前辈 二年级的前辈就在一层一层的往上交 最后回来我手上的时候 那张纸已经被各种笔记改到烂烂的 我想说到底有什么好改的 一看才发现说 三到四名有阶级的男性高层主管 被平均分散到会场上 然后他们的左右两边 都被特地安插了年资很浅 二十几岁外貌或身材特别出众的女生社员 我想说 哦原来是这样子 就是有这种规则就对了啦 后来新年会当天晚上 男性高层主管都喝得最熏熏的 结束之后大家就说要去续摊 临时起义说要去唱卡拉OK 其实这也在我们新人的预测准备范围之内 为了让大家续摊有地方去 我们早就有预约好了一间卡拉OK店 那进去之后 它是一间很大的包厢 大概分成四个大桌子 因为我在前一摊的新年会上担任司仪 所以一直都是站着 好不容易大家入座之后就开始唱歌 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坐下来 我就坐在包厢的角落负责帮大家点歌 结果就看到三年级跟二年级的女性前辈 在交头接耳 二年级的女性前辈就走过来跟我说 你怎么坐在这里啊 你是新人啊 你赶快过去坐在某某董事那一桌 某某董事是当时全场阶级最高的男性主管 我想说 哦 他们是不是在想说应该要让高层认识一下新进员工 于是我就赶快坐了过去 那位董事那时候已经算是有点左拥右抱的感觉 当然没有真的伸手搭肩啦 就是左右两边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性社员 在陪这位董事喝酒 然后他们会用一些比较暧昧的话语 或是玩一些游戏倒酒助兴 我坐过去之后 董事就开始问说 啊你是新进员工哦 你现在几岁啊 你从哪里来的 我就是回答的有点尴尬 因为我当时日文不是很好 再加上那个场合让我觉得很不自在 我没有办法放松加入他们 董事可能是发现 这个新进员工有点无聊 于是他就不跟我讲话了 就继续跟旁边的女性员工玩 我一个人坐在那边 往周围看过去才发现说 诶 每一桌都是这样子 每一桌都有一个阶级比较高的男性主管 左右两边都是一样的状态 就有点像是日剧上演的 银座俱乐部的那种感觉 董事后来就直接了当的跟我说 诶 你去坐另外一桌 换另一个谁谁谁过来 我就被换掉了 那天晚上 我就在那间包厢里 在各大桌转来转去 后来在职场我才发现 我被前辈们在后面说 我是一个 就是无能的新人 这是我出社会之后 遇到的第一个 我觉得很不开心的经验 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 当时的职场 女生们都很习惯 她们也合理化这样的状况 好像这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 女性在职场的工作 本来就是要做到这样 要做到这样 才能证明你是一个有能力的员工 那间公司实在有太多地方不健康了 但因为当时的日本 还是有那种 第一间公司如果待太短 对履历书很伤这样的文化 所以我后来也是撑了两年多才离开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在另一间公司发生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菜鸟了 那间公司比第一间公司大很多 一个部门有大概100多个人 我在的那一组大概有20多个人 其中男性员工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上 女性员工则是年轻的居多 事情就发生在我们下班后聚餐的时候 那天好像是送别会还是什么会 那我们整个组的员工就一起去居酒屋 坐成一大桌喝酒 大家讲一些八卦啊聊天 酒过三旬之后 气氛已经被潮得非常热烈 那天我穿着一件横条纹的上衣 打扮比较轻松 一边陪他们喝酒一边还在想说很快就要放假了 开心 突然有一个课长等级的男性主管站起来 他已经是喝得醉醺醺的样子 他很大声的对整个桌子的人说 哎哎我们来玩游戏 这个前辈平常就是那种很口无遮拦的个性 上班的时候就很常会对着女性员工讲一些有点越界的话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这种人 所以面对他的各种行为 我们也都习惯去以在心中翻白眼的方式来面对 正当我还在想说是要玩什么游戏 删手线吗又不是大学生 结果他竟然说 哎我们来猜他讲的在第几条横条纹上 我没有把那个词讲出来 但是他当时用的就是真的那个词 他看到我穿着横条纹的上衣 他竟然讲出这种话 还招呼大家来玩游戏 我整个傻眼 然后我一时没有办法理解我刚到底听到什么 但下一秒我就意识到 当场所有男性社员的目光都聚集在我的身体上 大家开始起哄 啊第几条啊第几条这样 连部长都来加入 不对哦我看应该是第三条哦 大家开始用视线研究起我的身体特征 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因为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只能下意识的遮住我的上半身 其他女性员工都在苦笑 表情都是很困扰的样子 后来我的脑筋终于转回来了 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应对方式 就是尽量以不打坏现场气氛的方式 跟大家说 你们很恶心耶 这是骚扰哦 那些男性员工看到我这样的反应 哄堂大笑 然后就换了一个话题 这就是我在职场上遇到最不舒服的经验了 突然间自己的身体就变成了他们的游戏标定 后来那间公司我也是待一下就走了 现在我已经比较少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认为是因为日本的社会风气有慢慢的在改变 大公司会针对社员实施良性平权普及活动 设置投诉窗口或是进行严惩等等 那为什么日本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呢 我认为跟1980到1990年代 日本的电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那个时候日本的各大电视台会在深夜播出 就现在看来真的是无底线的节目 我不确定台湾以前是不是好像也有播 简单的来讲就是打扮极度清凉的女生 会跟男性的主持人嬉笑怒骂 玩很越界的游戏等等的内容 那有时候甚至会直接露出比较敏感的部分 我的假说是很多日本人从小看着这些电视节目长大 他们的价值观里会误以为以这样的方式跟异性接触 是很正常很普遍的行为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因为当时发起说要玩游戏的白木前辈 他平常上班的时候就很常用这些节目里的用语 开女生玩笑 这些节目在2000年以后就被规制 现在已经不会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了 所以我想也是因为这样 就时间点来说 日本的年轻族群我认为比较不会有刚刚我描述的那些问题 每期的影片他讲都会额外制作番外片作为会员福利 这期的会员福利我会为大家分析 这些日本的深夜节目为什么消失了 深夜节目为什么从公口的代名词变成了动漫节目呢 其实日本的法律是没有具体的规定电视的播放内容 能露出多少比现在哪里 日本的放送法只有规定不能危害公共安全和善良风俗 非常的抽象 所以当时的电视台硬要凹 他们都会说我们这些节目是男女健康娱乐 根本没有违法啊 那为什么这些节目后来还是不见了呢 第一个理由是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 听到会员请在福利专区播放清单 欢迎右上角连结观看 还有记得要去订阅他讲的IG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